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热门景点白河关子岭春节交通书岛计划出炉,台南市道172,172以线交管,加强取地违规停车,规划南96-1,96-2线为替代道路。 台南市议会议长赖美会要求公务局,在过年前改善南96-1线路面,长远之道市拓宽172线虎山,仙草段或新批南93线到关子岭大仙四以疏解车流,两方案待市府评估。 关子岭市泡汤春节出游走春的热门景点,市道172线,环岭道路172以线更是台南市过年十大塞车路段之一。 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白河景分局交通局已提出关子岭春节出运计划,规划进入关子岭在172线仙草丁字路口交通控管,保持长绿灯,离开关子岭车流在172以线大仙四及毕临寺前交通管制,引导下山车辆网替代道路南96-1,南96-2线行驶, 避开与172线车流冲突。 此外,白河分局将在关子岭172,172以线和175线的重点路口加强巡逻,取地为停,同时也在大仙四规划临时停车场。 一长赖美会,台南市副市长吴宗荣和公务局交通局都发局今天帮晚会看172线白河虎山里的平井路段。 虎山里长吴欣灿说172线在此从四线道变成二线道,单向二车道变一车道,网关子岭车流在假日几乘两三排,造成塞车影响交通安全。 地方争取延传新批南九十三线道大仙四距离越一,六公里以替代172线书界上下山车流。 第二方案是把市道172线虎山道兴草段从现有12米路宽阔宽为18米,以书界车流。 公务局指出南九十三线在虎山里有顺向坡问题,不适合开辟新路。 吴宗荣要求公务局在评估172线拓宽案则可先提报关子岭风景特定区都市计划道路变更。 因应农历春节关子岭旅游交通区也规划关子岭风景区的环岭公车有时搬车运输,希望游客多多搭乘。